你见过最会伪装的动物是什么呢? 它们各个都是伪装高手 就算出现在你眼前 你也未必能发现 尤其是它们其中的某一个 堪称动物界的伪装大师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超级会伪装的那些动物 1.枯叶蝶 枯叶蝶的学名叫枯叶甲蝶 枯叶蝶分布于繁茂雨林的灌木丛和枯叶林中 枯叶蝶的翅膀合拢在一起 就像一片枯萎的树叶 这就是它们赖以躲避天敌的隐身外衣 无规律的错乱方式飞行 快速地飘落到树叶之中静止不动 在完全你太伪装的状态下 不猎者很难发现它 2.灵蝶鸟 被称为世界上最心酸的鸟 天生胆小的灵蝶鸟 一出生就伪装成树 树上一站就是一辈子 它也不与其他鸟接触 通常它会选择一处树干 长时间站着 灰褐色的羽毛 让它看起来像极了一节树木 无论天气多么恶劣 都不会影响它在树干上的伪装 这样的伪装不仅能躲避天敌 还常常有飞虫自动送到嘴边 3.枯叶平尾壁虎 有名枯叶手工 枯叶平尾壁虎的全身长 大约在70毫米到90毫米之间 重量比较轻 一般都是七八克 它全身呈棕色红褐色 身上还密布了灰褐色斑纹 颜色和枯叶十分接近 最关键的是它的尾巴 是呈扁平形状的 边缘还呈现锯齿状的凸起或凹陷 可以说是从身体颜色到形状 全面伪装成枯叶 如果伪装被猎手发现 它马上断尾逃生 4.柳叶蛮 柳叶蛮因身体薄如柳叶而得名 柳叶蛮全身透明 身体器官很小 只有一条细细的肠道管 它的食物是一种叫做海血的东西 这些如同雪花状的物质 实际上是由其他浮游生物的残骸 或者排泄混合组成的有机物 当柳叶蛮游动时 就像一条透明的飘带 在漆黑的海水中 你很难发现它们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个月后 它的名字就叫玻璃蛮了 全身不再透明 其隐身程度也会慢慢减弱 5.猪如海马 是体型最小的脊椎动物 它体长只有两厘米 大约有人类的指甲钙那么大 这是科学家于2009年 在红海和印度尼西亚的珊瑚礁中 发现的新海马物种 它们都隐秘在珊瑚之中 因珊瑚的颜色不同 它们的身体颜色也会不同 一般情况下很难发现它们 6.猿掌周鹅 它们一般会停留在树干上 模仿各种断裂的小树枝 并且身上还有类似老树皮颜色的纹路 如果不是底部外露的小腿 你很难发现它们 7.尊海峭 是一种半透明的 类似水母的海洋生物 被称为海洋透明果冻 一般猎手很难发现它们 它们身长在1厘米到10厘米之间 尊海峭的游动方式极为特殊 会通过吸入和喷出海水在水中移动 通常生活在寒冷的海域 它们数量庞大 以浮游生物为实 科学家惊人的发现 尊海峭可能是导致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之一 因为从它们体内排出的二氧化碳 会被释放到大气当中 影响世界温室效应 8.笔木鱼 也叫偏口鱼 身体扁平 乘于身体左右不对称 所有外部器官均不对称 其实刚出生的笔木鱼体型 和正常的鱼类是一样的 两只眼睛位于头顶两侧 并且具有一个居中的嘴巴 当鱼逐渐长大 一只眼睛便开始搬家了 逐渐经过头顶直至另一侧眼睛旁边 嘴巴也逐渐扭曲直到成年 它们常把没有眼睛的一侧靠近海底 再利用周围的泥沙把自己眼盖住 只露出眼睛和塞盖 并且有些笔木鱼的身体颜色 还能根据海底环境的变化变化 如果其钻入泥沙之中 捕猎者就很难发现它们 以上8种动物中的隐身高手 哪一种才是你认为的伪装大师 欢迎评论区讨论